后来听到妹妹讲的是 她是被压在地上打了七拳 对 所以这里面的时间点 有一点时间点的误差 对 老师是打电话给你们 老师是传来通知 手机收到老师传来的讯息 妈妈整个吓了一跳 说孩子早上被同学打了 要她晚上再留意 但明明女儿贴心又乖巧 在学校还会主动帮忙老师照顾同学 怎么知道13号上午 女儿和同学玩鬼抓人的游戏 其中一名男同学疑似情绪失控 动手打人 但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被同学欺负 就在四月份的时候 女儿也曾被黎明同学咬伤 再加上班上有许多高关怀群的学生 让妈妈希望校方能够协助转班 我们要求要转班 但是学校说转班需要一个月的程序 而且需要所有的委员同意 那我们才可以进行转班 那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小孩 一个月内被两位同学攻击 这应该是属于紧急事件 让她做试读 试读之后还是以学生到底试读 适不适应这个为最大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上的学校确实 还是要做好沟通 送女儿到学校上学 不料却遭到同学欺负 妈妈希望校方能够尽速协助转班 欢迎给女儿一个开心的学习环境 记者林医生已然报道